我叫林雅 正儿八经985毕业的高材生 家境殷实 毕业以后成功进入了一家500强企业工作 年薪上百万 发现我老公的秘密 这要从一个月以前说起 那时候 我刚生完二胎 在家坐月子 有我伯伯照顾我月子 没想到 他一日三长 竟然只给我吃南瓜 我还在坐月子 怎么能一点油水也不给我 孩子还等着吃奶呢 我便质问他 我每个月给了他那么多的生活费 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说还债去了 当年跟我老公上学 借了别人不少钱 我当时听了 气得要死 他怎么可以把我的钱 拿去还他们家的陈年老债 而且我和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他也没告诉过我 家里还欠了钱 不管我怎么发火 可我始终还在月子中 不能拿他怎样 我婆婆说 要想吃好的 就给钱 于是 他又从我这里 抠走了一万块 拿到钱以后 他还抱怨了一句 说我不会生儿子 因为我第一胎是女儿 已经三岁了 这次又是一个女儿 晚上 等到我老公下班回来后 想要向他说一说 婆婆今天过分的事情 结果 他到深夜才回来 我从他身上 闻到了一股香味的味道 我在月子里面 根本不用香水 这味道是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有些产后抑郁症 开始变得一神一鬼了 特别的敏感 他洗了澡以后 我想要开口跟他说 没想到 他直接倒头就睡了 还打起了呼噜 根本不听 我只好先忍了 想着等第二天再告诉他 结果第二天 他起来就开始在梳妆台面前收拾打扮 还不停地弄着自己的发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开始在乎自己的外形了 每天早上都要收拾好一番才肯出门 老公 我怎么发现 你最近好像瘦了 我好奇地问道 最近几个月 他的改变的确挺大的 裤子和衣裳 都小了一个马 我老婆 我最近去健身了 当然瘦了 说完 他便去上班了 我心里愈发的不安 当认识我老公那会儿 身材很修长 十分帅气 也许我就是被这样的外表所吸引了吧 尽管他的学历只是一个三流的专科生 连等科都没有 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因此不惜和家里的父母反目 我坚信自己嫁的是爱情 后来结婚后 他开始慢慢地发福 也不爱锻炼 每天吃了就知道躺着打游戏 渐渐地一发不可收拾 体重直接发展到160了 别人都说 我给他喂了猪饲料 我也曾劝说过 让他去健身减肥 可是他死活不愿意 说都结婚了 还减什么肥 又不去相亲 没想到 最近 他自己倒是主动开始健身了 这太奇怪了点 而且有一次 半夜他的电话响了 他立马警惕地拿着手机 去了洗手间里面 我被惊醒了 打算起来去看看 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刚好碰见他出来了 老公 你在比谁打电话呀 公司打得 有点事情 不过已经解决了 我这不是怕吵醒你吗 你快去睡吧 他忽悠我 我的心里 一律更甚了 他刚创业那会儿 不管公司有什么事情 他都会和我一起分享 一起商量的 什么时候 他开始逼着我了 我很快出了月子 虽然婆婆百般刁难 我终于忍了过来 我愈发地怀疑 我老公在外面有了人 于是我这一天 我专门请假 偷偷地跟踪他 我看见他和一个穿着性感的女人 从公司里面走了出来 女人上了他的车 我悄悄地拦了一辆车跟了上去 车子来到了一家酒店 两人便进去了 我的心凉了 没想到他真的在外面有人了 那一刻 我很愤怒 甚至想要杀了那对狗男女 可是想到我的两个女儿 我还是忍了下来 保持冷静 我一心为了这个家付出 辛苦给他生孩子 他却在外面乱来 我拿出电话 给他打了一个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 才被接了起来 喂 老婆 什么事儿呀 我强壮镇定 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老公 你在哪儿呀 我不是在公司上班吗 我能在哪儿 你有什么事儿吗 那头 可以明显地听到 他喘气的声音 估计正在颠缆倒缝 被我的电话打扰了吧 没事 就随便问问 今晚早点回家吃饭 我说完就挂了 眼泪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这就是我信任的男人 我以为我家的爱情 当真是可笑得很呀 我落幕地回到了家里 打开门就听到一阵孩子的哭声 我看见我三岁的大女儿 坐在地上哭 一个多月的小女儿 在婴儿车上撕心裂肺哭 而我那个婆婆 竟然拿着手机 在刷抖音 我真是当场就气爆了 走过去 夺走她的手机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林雅 你疯了吗 她震惊地大骂 挤压了许久的情绪 终于爆发了 对 我就是疯了 你没看见他们两个在哭吗 你就是这样带孩子的 你还是一个奶奶吗 我气得大骂 我原以为 就算婆婆不喜欢我 可两个孩子是他们杨家的血脉呀 她至少应该疼的 没想到 我不在家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对待两个孩子的 我怎么了 我带得不好吗 孩子不都这样 让他们自己哭一会儿就好了 以前我们农村带孩子 都是这样过来的 婆婆竟然大言不惭 大女儿看见我回来了 跑过来抱住了我的脚 哭着说道 妈妈 我饿 我饿 我听了简直心如刀脚 婆婆见她告状 立马将她扯了过来 饿什么饿 刚才不才吃了两个饼吗 晋升些赔钱或来折磨老娘 生这么多有用吗 连个儿子也怀不上 我们杨家三代单传 就要毁在你手中了 婆婆指桑骂怀 不就是觉得我没给他们家生儿子吗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种男轻女 于是 我和他对骂道 你们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 非要生儿子 也不看看你儿子有没有出息 哼 我儿子怎么没出息 现在开着大公司 住着大房子 这简直要把我气笑了 大公司 他的游戏公司 还是我出了几十万投资的 这些年他正式不做 就知道做他的游戏 结果呢 每年都往里面砸钱 却没有看见回报 我还想说和他商量 把游戏公司关了 好好找一份工作呢 至于这大房子 也和他儿子半毛钱关系没有 这是我出钱买的 我懒得他计较 去厨房里面 给大女儿煮了一碗面条 然后又给小女儿冲了奶粉 两个孩子有了吃了 现在终于安静了 从大女儿的口中 我得知 原来今天婆婆就给他吃了几个饼 婆婆一直都在刷抖音 她实在饿得不行了 听了女儿的话 我心里犹如针扎一般 我辛苦维持这个家 可是婆婆是怎么对我的孩子的 我老公又是怎么对我的 我才是这个家里的冤大头 那一刻 我决定反击 我要让他们难看 第二天 我找人调查了小三的资料 由于我怀孕和坐月子期间 她经常去我老公的公司 名义上是在我老公公司工作 实际上是我老公养的小三 公司里面的员工 基本都知道她的来历 我很快得到了她的资料 她叫李倩 高中文化 一开始是以文员的方式 应聘到我老公的公司 后来慢慢的 和我老公勾搭在了一起 而李倩也结婚了 还有一个老公 我拿到了她老公的联系方式 并且打给了她 决定和她见上一面 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厅里面 她看到我的时候 有些不解 因为我们不认识 问我为什么约她 我直接了当地说 你老婆出轨了我老公 她听了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好像有些不信 我把我那天拍的照片给她看 她才终于肯相信 这个贱人竟然背着我在外面偷男人 看得出来 她也很生气 说真的 杨倩的老公长得还可以 看上去是个帅哥 她抛弃自己的男人 勾搭我老公 无非就是看上了我老公的钱 我老公开着一个游戏公司 外人都叫她杨总 她就越来越飘 觉得自己很有钱 很容易吸引那些心思不单纯的女人 所以林小姐找我 是打算怎么做 男人问道 不如我们联手吧 让那对渣男渣女遭到报应 我提议 她想也没想的 便答应了 我让她暗中找到证据 到时候起诉他们 她说一切交给她 一定没问题 我这样做 既要报复渣男 也要报复那勾引我老公的小三 他们一定没想到 我们两个不相干的人 竟然联手了 这天 我回去以后 破天荒的看见 我老公竟然在家 他在卧室的电脑上打游戏 一脸投入的样子 根本没注意到 我已经进来了 而小女儿 竟然一个人在床上 哭得撕心裂肺的 我当时气死了 杨思成 你看不见你女儿在哭吗 到底是你女儿重要 还是游戏重要 我大声吼道 将包包扔在了她的头上 她也生气地说道 你吼什么 我马上就好 就一会儿 又不会饿死 如果当时我手里有刀的话 我真想给她一刀 我心疼地抱起了女儿 哄了一下她 然后给她冲奶粉去了 喂完女儿以后 我把她放到了一旁的婴儿床里面 她睡着了 我原本想跟她提一下离婚 看看她是怎么想的 结果我还没开口 她游戏打完了 就立马质问我 老婆 我妈身体不好 之前心脏做过手术 你平时在家里 就不要惹她生气了 她毕竟是我妈 你作为儿媳妇 应该让这她一点 我妈养我这么大 她不容易 我们应该好好孝顺她的 我听了这话 气得我浑身都在 抑制不住地颤抖 杨思成啊杨思成 你妈是你妈 她养你不容易 这是我的错吗 她蛮不讲理 众男轻女 我为什么要让着她 我立声说道 她是你妈 没错 你要孝敬她也没错 但她可没有养过我 你要孝敬 你孝敬去 别跟我说 老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自从你生了二胎以后 你的脾气就越来越差了 对我妈也越来越不好 我妈她是没生养过你 可她也辛苦地给我们带孩子呀 提到带孩子 我就一肚子的气 之前的事情 还历历在目 月子里面给我吃南瓜 自己刷抖音 不管两个孩子 还嫌我生不出儿子 婆婆一定在她儿子面前挑拨离间 说我的不是 我老公才跟我说这些的 我心里一肚子的心酸 一肚子的委屈没人说 我愤怒地想要爆发 可是我发现 不管我怎么说 都无济于事 这男人的眼里 只有他妈 最后一切满腔愤怒 化为了无力的平静 杨思成 我们离婚吧 我说出了心里的话 杨思成一惊 立马问道 离什么婚 我们好好的 干嘛要离婚 我不过就是让你好好对我吗 你就要和我离婚 林雅 难道你忘记了我们的山盟海事了吗 我在心里冷笑 忘记的人是他吧 我看破没有说破 此时这个男人在我眼里 是多么的虚伪 我倒是要看看 他要伪装到什么时候 见我没提了 他去浴室里面洗澡去了 然后就钻到了我的被窝 从后面抱住了我 老婆 对不起 我刚才不是故意要和你吵架的 你就原谅我吧 我以后也会说说我妈的 我妈也有错 她温柔的说道 换做以前 我一定会原谅她的 每次都沉沦在她的温柔箱里面 可自从发现她出轨以后 心里就感到一阵恶心 她碰我一下 我都觉得无比的反胃 我推开了她 我困了 我想睡觉 我日子才坐过不久 医生说 最好还是三个月过后同房 见我如此冷淡 她也没了兴趣 我以为她会生气的 没想到 她又说道 那没关系 我等你 三个月以后 我一定让你体验一下女人的美好 呸 真特么恶心 对了 老婆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话锋一转 我在心里讽刺的笑了一下 原来 这才是她的目的吧 不然 今天也不会抛弃小三 这么早回来陪我 什么事 我故作镇定地问道 就是我那游戏公司的事情 我最近要投资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准赚钱的 现在还需要二十多万 你能支持老公一点吗 等我赚了钱 我一定会让你和孩子们 过上好日子的 老婆 我爱你 又是钱 这些年 我在她的哄篇之下 往她的游戏公司砸了一次又一次的钱 说真的 我现在除了还有一点生活费 真的没有其他钱了 不过又在我身上抠了不少 我才意识到 我就是他们一家人的提款机 我没有钱 我请了几个月的产假 才刚刚回到公司 业绩也没有 每个月就指望着那点底薪活着 哪里来的钱再投资 再说了 你这个游戏公司 我早就告诉过你 让你关了 你就是不听 如今 我也没有办法了 不如 你找你妈想想办法吧 我冷声说道 她无奈地说道 我妈她一个农村妇女 又没有退休金 哪里有钱了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了 你不是还有两张信用卡吗 要不借我先刷一下 等我赚了钱 再还进去 我真想给她一巴掌 竟然还敢打我信用卡的主意 那两张额度极高的信用卡 已经是我最后的底线了 我是不可能拿自己的底线给她的 倒万一有个什么 我们母女三人 不是赫西北风吗 真是不行 那两张信用卡 我已经注销了 你是个男人 你就不能自己想想办法吗 我嫌弃地忘了她一眼 然后转头 蒙头就睡了 心里也在暗暗回想了一下过去 自从我和杨思成结婚以来 婚房是我买的 就连婆婆当初心脏病的手术费 也是我出的 是我从鬼门关 将她给拉回来的 结婚后 杨思成让我给她钱开了游戏公司 这些年没有给家里一分钱 全都砸在了游戏上面 家里的一切开销 都是由我来维持的 以前我总是爱情能当饭吃 沉溺在她的甜言蜜语中 杨思成又给我洗脑 说我们是夫妻 还计较那么多做什么 所以 我从来没仔细思考过 我俨然成为了他们家的提款机 现在仔细想来 我这是养了一群唏嘘鬼呀 完全就是来他们家扶贫的 第二天 我起得很早 这几天睡眠一直不好 我本来准备出去看看大女儿的 结果不小心听见 杨思成和婆婆在客厅说着悄悄话 儿啊 我哪有钱呀 那个小贱人 自从和她吵架以后 她就不没怎么给我钱了 你让妈从哪给你凑钱 可是 小贱说她想买一个包 而且她现在已经怀孕了 我们去医院检查了 医生说还是个男孩儿呢 婆婆一听 高兴得很 立马问道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能骗你吗 这个包很贵 要十多万呢 我现在就是缺点钱 昨晚我问了林雅要了 她也没钱 哼 我看她就是故意的 她哪里没钱 之前坐月子的时候 我还不是从她手里抠了一些吗 儿子 这张卡你拿着 这是我这些年 从林雅那里抠来的 我偷偷存的 你拿去给倩倩买 只要她给咱们家生一个儿子 要什么都成 好 那谢谢妈了 林雅还在睡觉 这几天 你就别跟她吵架了 我的公司 还指望她投钱呢 等过几天她心情好了 自然会给我钱的 我就先去上班了 杨四成说完 便离开了家 我站在门口 听到他们母子两人的对话 简直刷新了我的三观 原来 我婆婆她竟然也知道李倩的存在 就我一个人是傻子 后知后觉 新娘到了谷底 前所未有的恨意 已经涌上了心头 我要报复他们 我一定要报复他们 后面的这几天 我假装没事 我要暗中寻找证据 可是我发现 杨四成很警惕 手机随时不离身 就连洗澡的时候 都要把手机拿着 我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就算拿到了她的手机 我也无法解锁 想要抓住她的把柄 实在太难了 我只能打电话给杨倩的老公 问她那边怎样了 我跟她说 你老婆都怀上了老公的孩子了 你还坐得住吗 她跟我说快了 找到证据 一定会给我的 让我先等几天 随后 她又跟我说了最近杨倩 跟她闹的事情 两个狗男女想要在一起 自然会和家里闹矛盾了 当然 我也不能把全部的希望 寄出在杨倩的男人身上 于是 有一天我悄悄地跟踪杨思成 她带着李倩 来到了一家医院 看样子是做产检的 我恨得咬牙切齿 偷偷地拍下了照片 这些照片 有可能会成为扳倒杨思成的证据 我想要她净身出户 必然要向法院提出她的过错 这样法院才能倾向我这边 看完了一声 杨思成和李倩笑眯眯的出来了 李倩还搂着她的脖子 线上了自己的吻 两人在车子里面 似乎又干了一场 怀孕都这么激烈 我可真是低估了李倩这女人 我想要拍下来 可是拍不到 也只能作罢了 等有空 我去拿她车子里面的行车记录仪 我先去医院 去打听了一下李倩看病的那个医生 医生先是跟我客套了一番 说这是属于病人的隐私 是不可能透露给我的 去他妈的隐私 我直接拿了两千块钱 放在了医生的桌子上 医生便什么都交代了 还让我不要说出去 他说李倩根本就没有怀孕 李倩也给了他几千块钱 让他配合的 我知道真相以后 扶着墙一阵狂笑 原来 原来杨思成 他也是个大冤种 呵呵 活该 看来 我是低估了李倩的段位了 不管这李倩有什么目的 但我要的是杨思成净身出户 我决定去调取行车记录仪 于是 我找了一个借口 说我的车坏掉了 已经送去了修理厂 向他拿了车钥匙用一下 他也没怀疑 就给我了 我拿到钥匙以后 便去了车库 开始翻看行车记录仪 看着看着我果然发现了我要的东西 原来这李倩和杨思成勾搭已经有大半年了 这大半年在车子里面坐过的次数就有很多次了 这都是发生我怀孕期间发生的 这对狗男女看着两人激情似火的画面 我真是恨不得捶死他们两个 正在我要将这些画面捣出来的时候 有人来了 老婆 你在干什么 杨思成的声音忽然响起 我吓得抖了抖 手机也落到了地上 杨思成见我在看行车记录仪 上面还有他和杨倩的画面 立马过去 将我拉开 把上面的记录给删除干净了 我失望地望着他 这个狗男人 删除证据以后 他这才放心 然后望了我一眼 拉着我的手说道 老婆 别看了 我承认 是我对不起你 你原谅我不好不好 我笑了 真的是笑了 你愿我原谅你 你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 你要我如何原谅 老婆 我这也不是被逼无奈的吗 你一怀孕 便是大半年 我是个男人 我也有正常的需要 所以我才找了他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你 从今以后 我会和他断干净的 在我的心里 我爱的人还是你 老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相信我好不好 他苦苦哀求道 出轨 这是我的底线之一 只要碰了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 而且他找的这些借口 真是让我感到讽刺 我抬起颤抖的手 重重地甩了他一巴掌 大声骂道 渣男 正面撕脸破以后 我那婆婆也彻底不愿意给我带孩子了 我回到家里 两个孩子就开始一个家哭 大的在哭 小的也在哭 加上我最近压力很大 精神一直不好 我整个人快要崩溃了 没有人帮我分担一下 我也不敢回娘家 当初我和杨思成结婚 我的父母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 原因就是 他们家太穷了 我嫁过去 会吃亏的 可那时候 我一股脑听不进去 只觉得那是爱情 想要学韩剧里面 爱情至上 为爱私奔 为爱爱不顾一切的那种剧情 韩剧里面 女主不顾父母的反对 嫁给了男主 后来男主也没让女主失望 他们最终过上了好日子 让女主扬眉吐气 抬头挺胸 可为什么到了我这里 就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果然 电视剧和现实 终究是有差别的 嫁给了杨思成五年 我就和娘家闹掰了五年 一次娘家也没有回过 如今 我还有什么脸面 去求他们 一切的苦果 只有自己尝 加上最近因为家里的糟心事 导致精神状态不好 上班总是出错 又被公司领导劝退了 我失业了 没了工作 婆婆彻底撂摊子不管 我只能每天带着两个孩子奔波 没人问候一下 幸好我手里还有一点存款 可以暂时支撑一下目前的生活 我给小女儿买完奶粉以后 便回来了 我打算 今天跟他们摊牌离婚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回到了家里 看见了李倩竟然在沙发上面坐着 而我那个婆婆 又是给她削苹果 又是给她端茶滴水的 简直跟一个农菜一样 我都怀疑 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这还是我那个家吗 看见我回来了 婆婆阴阳怪气地说道 回来得正好 我们刚好有事要找你 我心里很生气 但现在只能忍着 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李倩将自己的包拿过来 我看了一下 那是一款名牌的包包 算是最便宜的 不过也要十多万才能买到吧 如果我猜的没错 她这一身的名牌 包括手里的包 都是用的我的钱 李倩从包里面 拿出了一封信 看看吧 给你的 李倩说道 她脸皮之后 好像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一样 我接过一看 竟然是律师函 婆婆在一旁幸灾乐祸 哼 我儿子已经决定 要和你离婚了 然后和倩倩在一起 这是律师函 你可看好了 我讽刺地笑了 我还没有出击 她倒是等不及了 杨思成从房间里面出来了 她看着我说道 林雅 既然你不愿意和好 那我们好聚好散吧 反正我们的感情已经破裂 这里离婚协议 如果你愿意 把房子让给我们 把咱们共同的财产分了 我们就不打官司 协议离婚 我看了一下这份离婚协议 无非就是杨思成想要我这套房子 还有他怀疑我存了私房钱 想要分一些钱走 这里面 丝毫没有提到两个孩子 我一只手牵着大女儿 一只手推着小女儿的推车 杨思成 你还是个人吗 这两个孩子呢 他们怎么办 你就没有考虑过他们吗 婆婆这时说道 两个赔钱货 你要是喜欢 就带走 反正我们是不会抚养的 我更加不会给你带孩子 反正李倩的肚子里面 已经怀了一个男孩 那才是他们杨家的血脉 我听了这话 终于忍不住 直接上前 给了婆婆一耳光 你不是人 你简直就是畜生 他们再怎么说 也是两条生命 你们竟然就这样不管不顾 什么赔钱货 我看你们都是戏血鬼 这么多年 我对婆婆已经忍无可忍了 婆婆气炸了 我竟然敢打他 立马对他儿子哭诉道 儿呀 你看看这个贱人 他竟然敢打我 你赶紧和他离婚 让他净身出户 带着这两个赔钱货离开 我真是一天也受不了了 杨思成生气的说道 林雅 你太过分了 我们必须离婚 你现在就给我滚 说着 他进房间 将两个行李箱给我扔了出来 我不可思议地望着他 原来 他刚才在里面 就在给我收拾东西了 这一家人 是想要将我扫地出门 凭什么 这房子是我的 我生死力竭地吼道 你的 这房子是我们共同的财产 而你刚才还打我吗 你有什么资格要这房子 滚 都给我滚 杨思成和婆婆 将我的行李 全部都扔了出来 我因为要顾及两个孩子 根本没办法和他们抗衡 最后 我只能拖着两个行李箱 带着两个女儿 准备离开 没想到 这个时候 李倩的老公却找伤了我 他给我找了一个房子 并且安慰我 放心 那对狗男女的证据 我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李倩这个贱人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他们起诉了也好 本来我们不是也准备要打官司的吗 把这些证据交上去 到时候他们就知道厉害了 你一定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让杨思成净身出户的 我很感激他 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竟然是他帮助了我 接下来 我必须要解决这件事情 才能去想未来该怎样 我不接受调节 法院很快开庭了 幸运的是 这段时间 一直是梁宇在照顾我 梁宇就是李倩的老公 开庭那天 梁宇还帮我看孩子 我一个人去了法庭 提交了证据 当杨思成看到那些证据的时候 他脸色顿时变了 他吃定了我手中没有证据 因为上次的行车记录仪 已经被他给删除了 他万万没想到 我和李倩的老公联手了 这些证据 都是梁宇给我的 最后在法庭上面 法官宣布我们离婚 房子判给了我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婚前财产 杨思成不要脸还想要我的房子 简直做梦 至于我手上还有二十多万存款 杨思成一份也没有分到 因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在我这边 我要养孩子 而他的游戏公司 我没跟他争 我早就调查清楚了 这游戏公司早就成为了一个空壳 自从他和李倩勾搭以后 把所有投资游戏的钱都给李倩买了奢侈品 现在根本周转不开了 员工们都已经走了 拖欠了员工三个月的工资 员工会找他闹的 这些都是他活该 走出法院 我心里是高兴的 这么久以来 我终于扬眉吐气了 终于让渣男好看了 我的官司打完了 梁宇也开始跟李倩打官司 不出意外 梁宇也大获全胜 他不仅拿到了一套房子 还有分到了杨倩不少的钱 而我 今天就要回去 彻底的将他们一家人给赶出来 房子是我的 法院判给了我 他们一家人死死皮赖脸的住着不肯搬出来 于是 我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一群执法人员过来 将他们一家给赶了出来 我那前婆婆还骂骂咧咧 躺在地上要死要活的 还吵着说要报警 杨思成也和执法人员发生了冲突 但最后 都被执法人员给强行带离了房子 李倩也被赶出来了 由于他和梁宇打官司输了 现在只能依靠杨思成 但没想到 杨思成的公司破产了 员工们找他讨要薪水 他躲都还来不及 现在 又被执法人员给扫地出门了 李倩心里也很怨恨 杨思成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林雅 你真狠 夫妻一掌 你竟然将我给扫地出门 我冷笑道 当初 你们也不是这样对我的吗 纠战却吵 终究是要遭报应的 前婆婆已经恨不得要撕碎了我 她扑过来就要打我 让我把房子还给她 抬口口声声说 这房子是杨家的 和我没关系 不过 她没打着我 因为梁宇过来 挡在了我面前 李倩不可思议地望着我和梁宇 原来你们早就合计好了 李倩指着我们大骂 杨思成也怒了 林雅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原来你才出轨了 你这个贱人 古同别的男人算计我 我不想解释 也没有必要解释 反正现在 他们要被扫地出门了 李倩见她所有的依靠也没了 气得直接打了杨思成一巴掌 并质问她 你的公司呢 你的房子呢 你骗我 你骗我 钱婆婆见她这么激动 担心她肚子里面的孙子 于是安慰道 倩倩 你别激动 大不了 咱们回乡下啊 我们乡下还有一套房子 回去好好打扫一下 还是能住人的 李倩一听 这还得了呀 她本来就是个拜金女 立马怒斥道 谁要跟你们回农村呀 死老太婆 你给我闭嘴 我好不容易才来大城市 裹到了八辈子的血眉 竟然会遇到你们这群穷鬼 现在李倩觉得 杨思成开着游戏公司 是个大老板 才愿意跟着她的 没想到 如今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 还背负巨额债务 倩倩 你不要离开我呀 我现在只有你了 我们还有孩子呢 你要为肚子里面的孩子着想呀 杨思成劝说道 李倩冷笑一声 孩子 什么孩子 杨思成 你想得美 我怎么会和你生孩子 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我之所以告诉你 我怀了一个男孩 就是想要让你尽快跟你老婆离婚 我好当父太太 没想到 你又是个没用的 我算是看错了 从今以后 我和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杨倩说完 杨查而去 杨思成愣住了 前婆婆听到这个消息 一下子受不了 心脏病发作 直接当场晕倒 她期盼已久的孙子 竟然是假的 两天过后 杨思成再次找到了我 这次她直接跪在我面前忏悔 原来她母亲那天被弃的心脏病复发了 送去医院 医生说 必须要动手术才能保住她妈的命 可是她现在一穷二白 哪里还有钱呀 于是又跑来求我 想要让我当大冤种 我当然不会借给她 她一再哀求 雅雅 一任夫妻百日恩 况且 我妈曾经也是你妈呀 我们是一家人 你可以恨我 可是我求求你 借点钱给我妈做手术吧 我妈她等不了了 我想 这就是报应吧 我冷漠地说道 杨思成 你们一家人都是没良心的吸血鬼 我刚嫁给你的时候 你妈就得了心脏病 是我花了几十万给她治疗的 后来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 我告诉你 要钱 没有 这次 我怎么也不会拿这个钱了 我宁愿拿去烧了 也不会给这种家庭的人 最后 钱婆婆因为没钱治病 在医院不治身亡 听说 后来杨思成被员工催债 她是公司的法人 他们自然要追着她要钱了 那些人没有拿到钱 将她给揍了一顿 有一天 我路过街上 看见一个流浪汉 蹲在墙角 我定眼一看 竟然是杨思成 那一刻 我心里既感到痛快 又感到一阵悲凉 这事不久以后 我收到了梁雨送来的花 她单膝跪地 手上拿着一枚戒指 跟我求婚 她说 雅雅 嫁给我吧 其实她第一次见面 就已经喜欢上我了 说真的 梁云长得很帅 之前对付渣男的时候帮了我很多 而且我又刚离了婚 李当找一个贴心的人做依靠 她和李倩结婚不到一年 他们没有孩子 而我有两个孩子 她说她不介意和我一同抚养 我笑了笑 拒绝了她 她很吃惊 可能她以为 我一定会同意的 毕竟她在我面前表现一直很好 而我一个女人 正好需要一个男人 她问我为什么 我指了指后面 两个警察上前 直接抓住了梁雨 将她给靠上了 原来梁雨也不是什么好人 她之前是搞诈骗的 警察早就盯上了她 不仅如此 她还加暴李倩 李倩也只是想找个更有钱 更好的男人 梁雨知道我离了婚 手上还有几十万 名下有一辆车 还有一套价值一百多万的房子 便将主意打到我身上了 我林雅已经看走眼一次 不会再看走眼第二次了 女孩子呀 真的要擦亮眼睛 才能看清楚渣男的本质 这一切结束以后 我找了中介 把那套房子地域市场价给出售了 我并不想住在里面 这会让我想起那段不堪的过往 耐掉房子以后 我拿着钱 打算带着两个女儿 离开这座城市 这时候 我爸和我妈却找到了我 他们对我说 呀呀 回家吧 现在后悔 还不晚 我紧紧地抱着了他们 这一刻我才深深地明白 原来 这世上 只有自己的亲生父母 才不会抛弃自己 当初我就是任性 不听他们的话 才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我为自己愚蠢的行为 付出了代价 后来我带着两个女儿 回到了我原来的城市 这里便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打算重新开始 从今以后 我也不想再爱了 跟他们说